民国时期社会动荡 各派系军阀为了入主中原一统天下而憨战不休 其中以北洋军阀最为出名 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过 这些军阀的大佬们又长什么样子呢 恰巧我们手边有一份影像资料 就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率先出场的这位 他头戴一顶黑帽 身穿一件雕龙大衣 那里则是衬衫加领带 戴着一双白手套 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向我们大踏步走来 可能大家看不清楚长相 那么我们就换一张近景照 从这张近景照中我们可以看到 此人眼角的鱼尾纹和脸上的肌肤都显得有些松垮 除了嘴唇上方那一抹浓密的胡须之外 和平常的老农并无太大区别 而这个看似同老农一样平平无奇的人物 却是直系军阀的首领曹坤 曹坤全盛时期 手握数十万雄兵 称霸北方 他最出名的丑事 就是在1923年花钱贿赂国会议员 来当选民国总统 当时甚至开价5000银元一张选票 但只是当了一年就被赶下了台 而他也成了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任总统 1935年华北危机 日本人想要图谋华北 于是就想请已经下野在家多年的曹坤出山 目的就是想以华治华建立伪政权 而晚年的曹坤坚守民族气节 终日睡客无一幸免都被他骂了回去 1938年曹坤因感冒转成肺炎 医治无效禀故 终年76岁 而接下来出场的这位 则是一嘴短胡子 丝瓜脸加高颧骨 挺直的鼻梁 穿着一身长衫 手握毛笔 准备在纸上写字 充满了文化气息 此人正是北洋军阀直系的后起之秀 吴佩福 这一形象的吴佩福 是不是颠覆了你对军阀五大三粗的认知 千万不要以为他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吴佩福在光绪22年 也就是1896年 高中登州府秉身壳第三名秀才 是名副其实的秀才将军 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 吴佩福大败张作霖 走上了人生巅峰 美国人还评价他是 最有可能统一中国的将军 他自闭关羽 岳飞 打仗一流 连结不贪污 军纪极好 思德甚好 但军阀的性质 决定了他依然通过搜刮的手段 来获得军费 同时军阀的属性 使他在相恶战争 决堤水淹相军 二七惨岸时沾满鲜血 这是吴佩福错过最大的两件恶事 另外 吴佩福性格过于巨傲狂妄 与直系的诸多将领 关系并不好 这就导致了直系内部派别林立 第二次直奉大战后 吴佩福几乎全军覆没 后虽然辗转南方 又积聚实力 击败了冯玉祥的国民军 本想东山再起 又遇到南方革命军 北伐战争的沉重打击 从此一蹶不振 1939年12月 吴佩福因牙疾复发 高烧不退 请日本牙医看病后猝死 人们普遍认为吴佩福死得蹊跷 但由于缺乏资料的佐证 吴佩福是自然病亡 还是被日本人害死 至今仍是个谜 和曹坤一样 虽然两人都有污点 但是两人在民族问题上 都处理得很好 闭门不出保持晚节 都谢绝了日本人的邀请 避免了日本人 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来分裂民族 下面这位身材壮硕 魁梧高大 一身军装 和吴佩福的文人气质 明显区别开来的人物 正是西北军阀首领 冯玉祥 也被人称为基督将军 和岛哥将军 基督将军好理解 冯玉祥后来信了基督教 那么岛哥将军 又是怎么回事呢 据计算 冯玉祥共倒戈了八次 但是不得不承认 大部分倒戈 从形式上来看 是正义的 是顺应时代大潮的 第一次是在武昌起义后 冯玉祥参与发动了 鸾州起义 反了清朝 第二次是在 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 冯玉祥选择投靠护国军 反了袁世凯 第三次则是因为 惋惜军阀首脑 段祺瑞控制了北洋政府 并拒绝恢复中华民国国会 和临时约法 愤怒的孙中山 在广州发动了护法运动 随后段祺瑞 派冯玉祥前去作战 冯玉祥不愿意 于是就反了段祺瑞 第四次则是在 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 吴佩服派冯玉祥 讨伐张祖林 结果冯玉祥 在前线和凤器秘密议和 并接受了张学良的五十万大洋 双方停战 最后还发动北京政变 把清费地溥仪驱逐出紫禁城 反了吴佩服 第五次是在直系倒台后 张祖林和段祺瑞合作 组成了以段祺瑞为 临时执政的北洋政府 虽然冯玉祥在直奉战争中 左右了战局 但是无论张祖林还是段祺瑞 对冯玉祥戒心十足 恰巧这个时候缝隙的 郭松林倒戈 于是冯玉祥便支持郭松林 反了张祖林 第六次则是在 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 冯玉祥决定率西北军 加入国民革命军 从北方协助北伐 反了北洋政府 第七次中原大战中 为了争夺权力 扩大影响 反了蒋介石 第八次则是在 国共内战期间 选择再次反蒋 投靠中共 因为倒戈次数太多 还有人戏称冯玉祥为民国活旅部 但我们仔细分析之后 可以发现 除了一两个事件之外 他的大部分倒戈 都可以称得上是正义之举 而且和前面两位一样 冯玉祥不仅不和日本人合作 还坚决主张抗日 他的确是军阀 但也确实是一个爱国的军阀 在1948年 应中共中央邀请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筹备工作 他自美国出发回国 乘苏联胜利好轮船 在途经黑海时 轮船忽然失火 他与女儿一起 离奇遇难 十年66岁 最后我们要说的这位 就是著名的东北奉系首领 张作霖 当前播放的是 和张作霖有关的影像资料 从中可以看到 张作霖个子不高 一身戎装挂满了勋章 而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他的眼睛 如狐狸一般 显得很有诚服 从土匪做到大帅 再到最后被日本人炸死 张作霖的一生是传奇的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当代社会 对张作霖的评价比较高 因为人们都喜欢看 草根逆袭的传奇故事嘛 虽然张作霖的个人事业相当成功 但从本质上来说 张作霖并没有远大的理想 他奋斗的唯一动力 就是个人利益 当个人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一定会扑起来咬人 所以918事变以后 东北官员才会说 老帅要是在 肯定和日本人打 为什么 因为东北是他的资本 他才会发展东北 发展手里的本钱 号召移民 兴建工厂 训练军队 进观作战 甚至借日本人的手 来搞建设 搞练兵 这都是他保住本钱的手段 也正是这些手段 让东北变得富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